我大概比较想要有兴趣就是想要知道大家的程度 因为如果大部分 因为这个我们课各位讲 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OK坦白讲 真的还蛮难的 OK 以往的经验是很多同学 因为以前没有AI的时候 哇学这个东西我刚才很多同学 真的学得非常痛苦 为什么因为程式写不出来 哪怕我程式都给他了 他贴上都出错 OK他找不出错误 但是现在有AI 我觉得很困难的东西 好像相对起来 不是说完全不困难 相对起来比较简单的 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那个 现在开车 以前开车如果没有那种辅助驾驶 其实很多都很难 像停车 如果有自动停车的话 你会发现哇好简单 根本不用操作自动就停了 开车也是一样 只是现在的level 3 你手还是要放上去的 你不能直接把手放开 因为他会警示 他一定手要放上 但还有人手都不放用的假手 有没有 而且你一定要有人 不过目前发展的趋势 我想未来应该是会朝 完全自动驾驶的方向 这样的话 尤其像大众运输 像捷运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个自动驾都OK 可是公车 我觉得其实还蛮有 但是因为台湾的那个道路的环境 其实太复杂了 现在好像公车 司机非常缺 听说好像薪水开很高 还是找不到的 我是觉得真的在台北开公车 真的太辛苦了 而且你还要注意大车 也要注意小车 尤其我觉得小车 突然那个摩托车 突然冲出来 你根本很难闪 所以如果假设 公车上面有很多的 当然不一定马上就是 全部都自动驾驶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的辅助 有没有 比如说你开公车的人 至少如果有一个突然出现的 他会警示 或者是突然会帮你控制 不要撞上去的话 他会轻松很多 可是如果完全都没有辅助 那你应该会蛮辛苦的 那一样的道理 AI目前就是写程式真的很困难 可是如果有一些辅助的话 我相信你在写程式的过程当中 会是比较愉快的 OK 那还有一点 真的以前写程式是需要天分的 记忆力要超好 OK 如果你记忆力不好的人 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痛苦 因为程式一定会经常写错 OK 那不过因为有AI的关系 我是觉得假设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你会知道让AI帮你产生程式 接下来你知道怎么去执行 然后并且让AI找出错误的话 我想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简单了 真的 很多人 我发现很多人学这个是因为投资理财 好像有一个演算法 他想要买股票 他知道说明天可能哪一档股票会涨 哪一档可不可以 当然不一定百分之一百 可是我觉得至少比较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OK 因为大数据分析 那要怎么做 我是觉得我们按部就班 那再来的话呢 你的程度 我看一下最多是这个 没上过 但是有买书 我以前要买书自己看真的厉害了 因为书上的知识都是非常的僵化 而且每一个作者写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然后写的我觉得第一个 太琐碎了 太冗长 太学术了 而且每一个 再来就是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 哪怕他讲的是同一个东西 写出来完全不一样 那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很多人买了很多书回去看完之后 大部分的结论都是 算了 我还是找人家帮我写好了 或者是买回去之后 这个书太难了看不懂 像之前有个同学 他就买书回去 然后看了半天之后拿来问我 他问我说这本书是不是适合大家看 那我也很诚实跟他讲说 不适合 完全不适合你看 比较适合我看 因为我看我看得懂 你看应该看不懂